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漂亮的小馒头 这是齐鲁大地最具有代表性的面食类的小点心 还有个漂亮的名字 七七情人小菠花 这是小穷人鱼 因为是农历7月7吃的一种面食小点心 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了 先用500克中筋面粉 加4克酵母 2匙糖 搅拌一下 先用500cc的水 这500cc的水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要和两种面团 做这种小点心就是比较有费功夫 今天我用这个大盘子来和面就是为了完整的展示给大家看 平常我是用小盆子来和面的 比较方便 现在面团成型 放一边 这干的面粉 要加上一颗蛋 加上一颗蛋就是为了它的面团比较有用度 因为我们在做小馒头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在做小馒头的过程中它发的很快 这种花样小馒头做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发酵时间 就用两种面团来制作 现在这个面团很硬 这个面团很转 两种合在一起 更加它的中和度 延迟它的发酵度 让我们慢慢来制作小花样小馒头 这里就用力的揉 像洗衣服一样 两块面团要充分的揉合在一起 如果你不这样用面团 这个时间就已经开始发了 那面团的发酵时间 一般在三十分钟以内就发好 那你制作花样馒头 没有办法三十分钟以内做完 现在让它稍微醒一下 饧就是让面团再中和一下 现在我们把它放在面板上 再给它揉一遍 让它再饧一下 饧多饧三十五分钟 现在再用擀面杖 擀面杖的力气就比我们手的力气又大了 这样来回的给它压几遍 这样它会充分的粘合在一起 现在给它切成两块比较好操作 再给它揉一下 再给它饧个三到五分钟 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面卡子准备一下吧 因为今天要制作很多的小花样 用到这些小模型了 这个就是情人小鱼 现在已经好了 这个时候就轻轻的稍微的揉它一下 你看现在就很光滑了 现在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我们就开始制作了 现在就不用再揉了 拿出来直接按压一下 中间按下去 这种小点心非常好吃 但是就做起来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今天用比较长的时间 比较细的过程展示给大家看 做这个小剂子就像我们做小瘦头一样 不要用刀切 用虎口捏就行了 因为它刮花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平面 如果你用刀切 它那个平面就出不来 还要再一次揉 这样我们用手搓一下 它就已经很圆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刮了 先刮这是个小支了 小支了的图案非常漂亮 我很喜欢 这一个是小石榴 现在这一个是小蝴蝶跟小篮子 先用小篮子 小篮子中间有个洞 用珍珠奶茶的吸管搓一下 这个洞就出来了 做这种小点心吧 你可以给你的小孩做亲子活动 他很喜欢做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小篮子 今天先用这两种 这个小篮子更漂亮 小巧琳琳 为了快 不要用吸管 直接用手搓动比较快 这是小蝴蝶 小蝴蝶雕刻的非常清楚 花纹非常漂亮 这个七夕节的时候 这个图案非常受欢迎 这是小蝴蝶 小葫芦也有两个版本 这是小狮子 小狮子很漂亮 花纹也很清晰 这个是最重要的 叫做情人鱼 这个七夕节的时候 有家家户户户 都要做这个 很受喜欢 周围之余我家 有这一个 大家都乱里来戒着用 这个是小猴子 这个小猴子 非常有灵气 眼睛鼓得大大的 这另一种小葫芦 我说有两个版本 这个是小鸟 准确的说 我说像麻雀 太多品种了 用不完 今天就先做 这几个品种 这是小金鱼 已经做十多个品种了 这是小篮子 这是小鸟 这是小金鱼 这是小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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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蝴蝶 这是小枝鸟 这是小枝鸟 这是小情人鱼 这是小猴子 这是小狮子 这是小狮子 每样只做几个 就这么多 你想说 你想说今天也不是七七姐 做这么多的花样小馒头 是啊 因为要做一个半手礼盒 现在我们就给它上锅了 这个不用发的太大 发的太大 花纹就不见了 这个有个注意 这个有花纹的一面 要先炒锅的下面 锅底一加热 花纹就固定了 这样再反面过来的时候 它就不会花纹不见了 现在已经都摆满了 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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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多一分钟 要小火 花纹固定 就给它反面过来 你看这个花纹多么清晰 都很漂亮 特别这个小石榴太漂亮了 现在让它自己先慢慢煎着 还有迷你版的没有做完 这是一个小桃子 非常漂亮 这是一个小莲棚 这是一个小树叶 这是一个小葫芦 大的咔子有什么模型 这个小的就有什么模型 这是个小花生 小花生很披针 最后一个 这是小篮子 这一把模型 咔的上面有六个小图 现在都咔完了 马上给它装锅 这个不用饧发面 早就行了 也是花纹的一面先朝下 这个不要一分钟就给它翻面 看花纹立刻固定 现在已经熟了 可以出锅了 已经凉透了 已经凉透了 哇 红色的礼盒衬托得太漂亮了 看这个小石榴的花纹多清晰 真是漂亮 这就是孔孟之香 奇鲁大帝 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传统节日面食 七夕情人小波花 历史悠久 痛鲁国时代就传承下来的 这个可以当长命所 我系上一条小绳子 给小朋友挂在脖子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就是我制作的全部过程 祝您平安